这个要看课程的安排 画什么公笔的画 所以还是重复了一点 就不要有太多的担心 说是学不会呀 觉得有点点难呀 你现在看的 肯定会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咱们公开课 它就是怎么说呢 讲呢 它也能讲 就是讲得很细 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的系统 不像YP的 它是由减到难 就是一节课一节课的去跟 所以它在这一点呢 它就是有一点点像跳级 今天呢 我是学学前班的内容 那下一个星期了 我直接又到了六年级的内容 然后再下一个星期呢 我又回到三年级的内容 我再下一个星期 又到了除二的内容 它就是一个波动性的 它不会循序渐进 就是由简单呀 慢慢的去过渡 因为公开课有时候就是针对 针对不一样的人群嘛 像有的同学 他可能偏基础类型的 那我就画简单一点点的 有的同学呢 他可能就学了 到了一定的境界了 那我又会偏难一些 就是公开的 就那种针对大部分的 其他的同学 而去上的一些课程 就是有的简单一些 有的难一些 如果你一直画简单一点点的 那那些学了的同学 觉得这些都太简单了 如果每次都画太难了 那又有同学是 之前没有学过的 他肯定是看不懂的 所以公开课 他有一个这样的弊端 所以会稍微 一下偏难一点点的一节课 一下了偏简单一点点的一节课 每个星期可能就 换着来一些 一旦只要大家学会了 不管不管是 一个星期画难的 一个星期画简单的 大家都能画出来 因为一旦系统般 就是为了教会大家画画 很多的一竹都要有的 的时候 有很多的一切课程 我们的一带 送的那个是什么呀 大家可以不用送礼物 送几包辣条就可以了 平时喜欢吃辣条 好的 然后胸腔部分加重 翅膀是一个透明的 它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把它整个身体先画好 后面还要勾一些毛发 还有赠送CV 是不是前段时间那个娱乐圈 搞的那个什么CV啊 我现在都已经 好久没有关注那些娱乐了 感觉都已经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了 很多词汇也不懂了 好久不见了 再加重 好的 棕色部分又加重了一遍 我也觉得好奇怪啊 是不是大家进来一下 就有那个什么什么C位出来啊 把眼睛的体积感再加强 其实大家画的时候 就用那个没有表的俗轩 还会好画一些 因为表过了的俗轩啊 它都会画了几遍就很容易漏烦 我的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漏烦了 因为也没有补浇犯水 把俗车再加重 把俗车再加重 直接用浓墨去勾了一下边边 然后再加重 哎呀呀呀呀 刚摄像头表已经动了是吧 不好意思 好的我们现在又可以用一点点蓝色 把尾巴这个部分再染一下 谢谢 谢谢咱们的叔叔 叔叔 天呀这不考验我的普通话吗 天呀我要看半天 画多了就不会抖 然后大家一开始才开始画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点点抖 包括勾线呀 你可能要勾一条那种 或者是直线 就像我们学素描不是有要拉直线吗 可能一开始是拉不直 但是呢你一念多了 就能拉到直 这个 我们勾线也是一样的 你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抖 但是你画多了 就也会好的 亮面部分有一点点偏蓝色 眼睛上也有一点点蓝色的 那还是不一定啊 不用掉一个纵物练习画 那样子的话手太吃腻了 这个地方 再加重 过度 由纵色 慢慢的变成黄色 过度一下就 衔接的更自然了 凹进去的地方就要加重 国画其实主要是练习 主要是练 因为像国画呀油画呀这些 一般大学里面都会有的这些学科 国有版雕嘛 就绘画类的 像有的水彩的话还要看学校 有的学校有 有的学校没有 像之前咱们学校 水彩是没有水彩系的 它只是在那个美教里面 就是美术教育嘛 就可能出来当老师的那种 有的可能就会有那个水彩在里面 美教呢 它又会有国画油画 然后板画 国画 美教系哈 它也会有这些绘画类的 但是呢 他们是什么都要学 然后单独分出来的国有版雕呢 它是就专门只学那些东西 就像就像你是油画系的 那我只学油画 你是国画系的 只学油画 但是好的一点哈 它是会有 每年会有选修课 就是你选修的时候 你可以选修你感兴趣的学科 譬如我是一个国画系的 我可以选修课的时候 我可以选修油画 我可以选修板画 其他类型的哈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人性画的地方 就是你画画 你可以多去了解哈 只要这些种类画类 大概懂了之后哈 还是很好去学的 所以一般哈 我们去看那些大画家呀 他很多画他都是会画的 他不是单单只会画一种 他可能因为国画里面哈 他又分很多人物 花鸟 山水 那肯定我们系上的这些老师 他这些都会画 但是呢 他会选择自己的一个强项 我的山水好 那我就浇山水就好了 我的花会好 那我浇花会好了 然后有的老师呢 他是画人物好 那我浇人物就好了 但是他们画国画是都会画的 你不管是喊他画山水 还是画 画那个 画人物哈 他都会画 他不是单单只会画一个东西 可以把镜头放大不 可以呀 所以多学呢 多画了肯定也是一件好事情 然后就选择自己一个 更喜欢的和更拿手的去画 或者更适合的哈 像有的 有的人他的心比较近一些的 那你可以画一些比较适合 就是慢慢磨的那些哈 有的人呢 他可能是急性子比较躁一些 那可能就画快一点点的 所以国画里面他也分那个 公比和写意哈 写意的话他就快 公比的呢就慢 所以让一个急性子画 公比的话 他肯定会比较 就是早急哈 画比较快 像一般情况下 是能把他的性子磨得 没有那么急的 所以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 我们再把黄色再画一遍啊 画黄色的同时呢 我们先要把尾巴部分的红色加进去 加了一点点那个胭脂哈 胭脂呢 可以加一点墨色去调 如果直接是腌制的话呢 会太红 颜色会太红 有一点点偏红色 坚决不下课好 我感觉我快要画完了 所以我在坚持坚持 大家也可以坚持坚持 但是有事情的话呢 也可以先去忙啊 反正有录播 前提还是学习要趁早哈 咱们马上七月月底 价钱也就慢慢的恢复原价了 所以要慎重的考虑一下下 加点点红色 你是听谁说的我明天要相亲啊 天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 天啊 难道有人明天要把我打晕了 绑架去相亲吗 好可怕 好可怕 关注幼化教育的公众号哈 或者进优库 关注幼化都是可以的 喜欢牡丹和山水是吧 山水是一个大门类 所以课程里面也会涉及到很多节课 山水就比较有气魄哈 对山水是合大幅的 山水有没有画公笔的 其实也可以用俗轩画 一般公笔历代的画家画的都会偏公一些 但是现在当代的都是很放的 会不会画马 肯定是会的 只要学会了画画 什么都会画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泥膜历代的是泥膜的八尺的 特别大哈 就2米4乘以1米2的 好的 再来看一下下 我们把那个梗哈 也给画一下 画一个黄的吧 刚好这里有黄色 估计还要分软 这个梗的颜色 暗面的颜色太太暗了 太亮了应该是还要暗 有啊肯定有的呀 并且我们的画板还是定做的 那个纸也特别的贵 国画画马只能画写意了吧 画工笔会画死去 小手都会没有了 哈哈 现在这一个是平染哈 就感觉像平图一样的 它跟灶染其实很像 灶染呢是 oh sorry 灶染它是 画到这个基础上哈 把两侧留出来 用清水笔去过度 这个是灶染 平染的画到直接是全部平图 树标 这手机掉了 哎呦 手机上 手机上 它那个东西长过了 山阳老师来动了我的镜头 他不讨厌 国画颜料也有贵的啦 所以一般套餐里面给大家推荐的 都是性价比高的 就是算是好用哈 算是好用 但是又不是很贵的 贵的颜料也有也有上千的哈 贵的墨也有上千的 天呀我的鼠标不灵了 被摔坏了 被摔坏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就用那个套餐里面的是够的 我想说放 鼠标刚刚被摔坏了 对啊 一只毛笔有的贵的也很贵 不是是无限的 这个 黑衣精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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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这个暗面哈再染一下 所以其实画画它都有贵的颜料和便宜的颜料 但是给大家推荐的绝对是最就是性价比高的好用 又不会很贵 我现在用的就是那个18色的颜料哈 公笔写意都可以 绵羊你不要出来吓它们 不要出来吓它们 我都没有我我没有买雁台啊 雁台太贵了 绵羊是安徽的 所以所以它的那个 对墨啊纸啊雁台啊是比较了解的 安徽那边是比较多这些东西啊 好 Merry我已经知道你是有钱人 我没有硬台 哦我没有我没有雁台 但是还是可以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点的 哎呀要勾那个毛毛了 但是我看不到图片也是忧伤啊 可以呀可以呀 那个淘宝店十几块钱的是吧 山羊你可以进来一下吗 这个鼠标 因为我现在要勾累一些毛发哈 看不到图片也是有点忧伤 那鼠标是被我弄坏了吗 需要的找你代购是吧 哎呀这又是商机啊 可以点不动 你不发现了点不动 好的我们先拿白色哈 用白色出来先提亮一下 我先用的哈都是那个玛丽的18色 那你点一下这个图片 好用白色去调 同样我们勾那个细的毛发哈 一丝一丝的还是要用这一支笔去勾 嘿谢谢 把孩子卖了也没十几块 孩子挺值钱的 还是不要卖孩子 调这个白色的时候哈 就是加一点点水就可以 颜料的饱和度了要高一些 要不然画的那个线条哈 它是没有那么的白 山羊是优化背后的男人哈 哈哈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 把这些白色的网状给勾出来 把这些白色的网状给勾出来 打砸了 打砸了 现在是我们的大boss哈 也确实是打砸的 什么事情都要找他 哦 好的我刚又忘了哈 勾线跟那个勾墨线是一样的 把他的那个网状勾出来就可以 因为这些透明的地方就用淡墨色去勾的嘛 黑的地方哈就用白色去勾 如果颜料太厚重呢也勾不上去 如果水太多的话哈 它那个白色干了之后又不显白 所以加一点点白色就好 已经放的很大很大的哈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粗粗的 把这个网状给勾出来 又画里面唯一的男性 勾线的时候手一定要稳 这个我相信大家现在一期的同学们 可以开始画公笔了哈 可以念一下 就是简单的把今天讲到过的 纷染和那个灶染 平染去画一些简单的花卉哈 花卉会相当会简单一些 相对于这些动物来说 所以相信你们的手也不会太抖 因为毕竟学了运笔了的 什么事 哪样 那些东西 跟他来塑造多了 我们去出来的位置 看 这些东西 基本上 现在的手抖好了很多了是吧 才开始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 画哪里是不是都要抖几下 对啊国画这种透明的感觉是很好去表现的 它直接 直接用淡墨去勾就好了 然后这些亮的地方呢 拿白色画一下 毕竟才开始接受那个新的学科 新的画法 肯定第一节课都是很难去掌握的 多画几节课就好了 也没有想象做的那么难 对啊 然后 每期的课程不一样 知识点是一样的 但是画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就更有趣 因为给大家也说了 有重修的福利 如果你重修的时候 又画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肯定是 就没有多大的趣味性嘛 毕竟咱们 也不是说要 向那个专业的方向去走 你毕竟你学一个兴趣班 那也要有兴趣嘛 你同样 你重修的时候 学一模一样的 绝对是比较枯燥一些 所以是很划算的 好 反正从修的话都是自愿的 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觉得想再巩固一下的话 你就可以再继续深造吗 再继续巩固吗 毕竟优化也想让你们越化越好 你们化得更好我们就更开心 对像采线从修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还没开课了 但是一期快学完了呀 咱们二期马上快要开始了 他们可以跟着二期的同学一起 还要画一根黄色的线 尽量能给的福利都给大家 所以这一点也是优化的一个初衷 就是能教会大家画画 不是说为了去赚钱呀 去开设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 也想让大家学了更多 性格温柔的是吧 比较近的人他画工笔可能就是会细节塑造方面会强一些 有这么多的一些 我现在是女神 女神经吧 比我现在烫了一个爆炸头 一点都不女神了 离女神的道路越来越遥远 秋夕这个名字就在网上取的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就是算了自己的深层八字 然后缺什么 我记得好像是缺木 我现在都忘了到底是缺木还是缺土 然后你在网上找了一些 缺木字的字有哪些 缺土字的字有哪些 我具体我忘了是木还是土 我现在都忘了 然后我就挑了两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字 组合在一起 秋它像山秋一样的 山秋上面可以长树 应该是缺木我记得 所以我每次一说 我是算那个深层八字 取的这个名字 然后别人还说 现在还信这个呀 就好玩 其实是好玩去取的这个名字 就说去算一下 谢谢 放在一起好听是吧 国画里面的毛发 一般是最后去拉丝 就是先把它整个都画完之后 最后再去用勾线笔一笔一笔的去勾勒 五行缺金 我算了一下金到不缺 就是缺木吧 缺木还是土啊 我真的忘了 不记得 说棉牙是吧 我笑了 绵羊是四期的哈 但是现在有 就是四期采迁的嘛 但现在有学员也是三期的 所以也撩得挺开的啊 你们你们之前应该不认识的吧 所以多交流也挺好的 就是不一定是只认识本期的学员哈 往期的有可能也认识 像咱们最近不是有那个 公众号里面哈 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的 金品金品展吧 学员作品金品展 所以这个也可以去认识一些其他学期的同学哈 现在因为四期才结束不久 所以现在